今天我们带你看看的是 你有没有做过这个蓝色公路呢 这蓝色公路现在到底做的人 有多少是不是又要被检讨呢 前台北市长马英九跟郝龙斌的政绩 今天又被放大检视了 而且又被柯文哲打脸了 说这个蓝色公路上路至今十年 但是观光成效真的很有限 当年可花了很多钱了 大概有两亿五千万的钱 玩那个2.5亿元来清淤 后来又花了十亿元来建设它的周边 但是高达六成八的搭从民众 都是靠政府补贴来搭成的 比方说政府发券 然后给一些优惠措施才来的 克文哲就说了 过去的书郡核道所花的钱 没有太多的效果 未来用的钱还会是一样的 但是方式会有所改变吗 被问到了马好的政策失败吗 大家就问这个蓝色公路是不是失败 不过他这次选聪明了 只说我不喜欢被问这种问题 讲心理的话都会被解读为 践踏检巢 大道成烟火炫目灿烂 吸引40万人到码头朝圣 但却只有半活动时才有人潮 04年马市长时代力推的蓝色公路 好龙兵接棒建设加补助花十亿 清淤砸两亿五千万 平常根本没人来马好政绩 被现任的台北市长柯文哲打了眼 那个蓝色公路这个我们有检讨过 花钱都没有效果 所以整个输军的方式会改变 柯文哲话讲得直白 但从数据来看更清楚 2010年因为花博补助 有14万人搭乘 两年后更惨 只有五万多人还是校外补助教学 才勉强冲高人数 去年只有八万多人 搭乘人数只有预估人潮的六分之一 我就很不喜欢你们每次都问我这种题 讲心里面的话 因为我说人家说我在践踏前朝 不想被解读为践踏前朝 柯文哲这一次学聪明 只是蓝色公路又没有成效 看数次就知道 三星期晚赖兴俊潘兆文台北采访不到